很好 丸子 像你这么晚打电话 我跟你说宝宝可是要抗议的 你先什么都别说 先看半话APP 快 我 哇塞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石小念大神 签约出版的消息放出来 粉丝们都沸腾了 你看到下面没有 一大堆人催更 还说什么 要一次性看《怪物》第一季 还要买指数收藏 不行 我现在觉得 给出版社负责人打电话 加快进程 丸子 丸子 这工作不工作 但是你呢 不要一有什么事 就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 你还是当妈妈的人 你现在肚子流饱了 所以你现在立刻马上上上睡觉 工作的事明天再上 那好吧 那我就明天早上再处理 不过丸子 我现在真的好幸福 我真的是 我有点膨胀了我都 傻瓜 我也觉得好幸福啊 快睡觉吧啊 晚安 老婆 我不幸福啊 我想睡觉 咱俩一起睡觉 一起幸福 好吗 滚一边儿子 快睡觉吧 睡觉吧睡觉吧 睡觉吧 你大半夜不睡觉 在这儿站着发什么呆啊 你呢 大半夜你都不睡觉 想来鬼鬼随随随做什么 倒水啊 我不是新坚守了那个项目吗 我就想抓紧把它做完 这样恩怡后面再有什么问题 我也好腾出时间来 累吗 我累啊 能专心地做自己喜欢的事 不开心啊 而且 前几稿我发到网上去 效果特别好 所以我要一鼓作气把这个做完了 你怎么这么蠢啊 快去睡觉吧 不然把身体累垮了 要用灵魂画画呀 好 那我继续去战斗了 画完这一稿我就睡 小老板 你早点休息 晚安 早点睡啊 晚安 沐雪最近活动频繁 还是要关注着 小念她没经历过这些事 你多少要帮她防着点 这么多西门 小念 先别担心 我已经调查过了 宋总那边 一直没有得到小说的版权 我们将影视的前瞻漫画 放到了网上 相当于对气 进行了二次加工 的确构成了亲战行为 这下完了 不过也没关系 这个问题虽然棘手 但是 我们总会有办法解决 毕竟我们不是故意侵权 只不过 我总觉得 好像一直有人在刻意带节奏 喂 宝贝 你还好吗 我还好 这点大风大雨算什么 咱们什么没经历过 你在我面前就别嘴硬了 说得好像你真的经历过 什么大风大浪影 那比起我们没工作 身无分文 两个人同吃一碗便当的时候 不是已经好很多了吗 咱们坚持下去 再听一听 应该就过去了 等一下啊 我这儿进了一个电话 你等会儿再打 我 喂 石小姐 我是城市快报的记者 我想采访你一下 关于清卷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和你本人对这件事的态度 和处理是怎么样的 我 记者 给我 喂 你好 这 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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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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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icz nineteen suggested 我 有点 可以呀 我 夏小店 他们马上来咱们家吃饭 你怎么不问我 他们为什么来啊 小丸子怀孕以后 被冥生看得很严 我都好久没惊绕他们了 你别吞吞吐吐的了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我挺好的 真的吗 真的 白玉已经在查了 那些风言风语 我根本不会放在西城的 词杨 福晨 印同 王四明给我打电话说 迁出不见了 他现在在哪儿 看在你这么担心他的份上 我可以告诉你他在哪儿 但是 你也应该告诉你 你也要帮我做点什么 好 你说什么事 我要你跟我一起 彻底毁掉石小念 毁掉石小念 对 我需要你的配合 你为什么要毁掉石小念 他又不会妨碍你什么 师弟 你清醒一点 解除掉石小念对于你来说 不是更好的事吗 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一会儿别乱说话 小老板 你们来了 小念呢 在厨房呢 这么早就开始准备啊 吃个便饭而已 还是我们小老板娘看 那个 小念他没事吧 没事 坐吧 这也太多了吧 就吃个便饭这么夸张 怪不得公共树稳在厨房里面 你待了一下我 小念 做这么多干啥 累死了还吃不完怪浪费的 你们来我高兴 我就多做了一点 你呀 你这是这做饭分身发泄的吧 都跟你说了 让你不要去看网上那些垃圾评论了 你怎么不听呢 我没看 真没看 这个事情呢 本来就是他们出品方的错 买版权的是他们 再怎么说也轮不到你 去跟原作者沟通吧 是吧 估计是因为之前宣传 都把小念推在前面了 所以网上那些 不明事情原委的人 肯定是逮着最初风头的人喷 有些人在网上评论啊 只是为了宣泄个人情绪 而不是真的发表意见 他们是为了喷而喷 他们甚至连事情的真相都不知道 对于这些不了解情况 毫无是非观的人来说 他们评论什么 我们何必在意 吃饭 快吃 这有硬材 多吃点啊 吃不完 不许出的 那你也不用盛这么多啊 我又不是猪 你喂猪呢 猪啊 只知道吃没有烦恼 猪可比你快乐多了 还说我是猪 宋经理 我去接一下 喂 石小姐 太不好意思了 我们跟西北老师这边有点误会 但是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在发布会的时候 澄清这件事情 好 那就太感谢了 除了澄清名誉的事情 小说改编权也希望你们能尽快解决 这样咱们的合同也好及时进行下去 我很理解西北老师 如果我是她遇到这种情况 也会很生气的 对了 还有发布会那边 如果需要我帮忙 我也会过去 出面解决 出面解释的 好嘞 石小姐 那太感谢您了 那我们 发布会在周六的中午 到时候会派司机过去进你 好 那我们周六见 好的 沐总 搞定了 她愿意过来 学姐 你能再跟我说一次吗 我没太听明白 我们在周六的时候 会办一场发布会 跟你姐姐说的是 宣传她的漫画 顺便解释一下 这次的侵权风波 但其实 老宗 你来解释一下吧 是这样的 石小姐 到时候我们还会安排您 你特别来变身份出席 你只要对石小念 多说几句好话就可以了 好话 这都要我教你吗 不管石小念怎么解释 你都认定她是明知故犯 然后你再替她 好好地道歉 我跟石小念关心不好 所有人都知道 我这个时候去替她站台 太奇怪了吧 这就是你发挥你专业素养的时候了 知名女星 为了她影响不良的姐姐 含泪绝功道歉 多好的噱头啊 你还可以跟你的经纪公司联系一下 宣传的事情了 你还可以跟你的经纪公司联系一下 知名女星为了她影响不良的姐姐 我要去这件事情 石小念知道吗 当然不知道 这是给她的惊喜 这次惊喜的片酬 就是签出的地址和你们的未来 你是唯一的女主角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罢演 我看星星看月亮 这么晚了 你一个人在这儿发什么呆啊 我看星星看月亮 看星星看月亮 你不冷吗 你这怎么不拿个大一来呀 你这加酸明治呢 你还不开心呢 没有 没有不开心 那个项目负责人 说发布会的事情 怎么解决了 宋经理说 会出来解释这个事 上午发布会开完 下午澄清的稿件 就会发出来的 那还可以啊 说明他们是有 公关的解决方案的 可是我还是觉得 是我自己的错 因为在此之前 我也知道他们版权有问题 可是我还是相信 他们会努力完成 尽力解决 结果配合他们 提前宣传 改编 这件事情就是 我自己不谨示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 我也有错 我是你的直系上司 按理说呢 应该帮你过滤合同 分析项目的风险 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呀 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 真的不是你的错 我还担心会 连累到N1的名声呢 你看现在 微漫画改编 侵权这些事情 多敏感啊 结果咱们这事一出 正好撞到风口上 他们已经把我原来的作品 都拿出来编尸了 我特别怕牵扯到N1 你放心 N1这么大的公司 不是说牵扯就能牵扯得到的 那我也不愿意做一个 只会躲在蜗牛壳里的人 N1是我的 你的工作室也是我的 这些 工作室虽然是你投资的 但是除了N1的项目以外 其他的项目 都是我 丸子 白羽 努力去谈下来 努力去完成的 所以工作室 从来都不止是我一个人的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 让工作室蒙上了污点 还连累了N1的名声 我心里真的挺过不去的 不过也只是难过 毕竟人生总会经历 这么多风风雨雨 不会有人一直挡在你前面 自己都要去努力 经历 好好解决 你 我知道 你觉得我对事情不太计较 觉得我蠢 总想挡在我前面 总想帮我 但是我始终相信 用真心对待别人 努力工作 哪怕蠢 也会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 你不是蠢 你是蠢到家了 既然蠢 我也会努力工作 早晚有一天 会让N1科技 让公总财 因为投资了石小念工作室 而感到骄傲 自豪 好 好 天气快凉了 快睡吧 那 那好吧 那我回去了 晚安 晚安 你快回去吧 你 你 你 是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点紧张 想跟你说说话 要我去陪你吗 不不不 你千万别来 我现在巴不得跟N一扯开关系呢 你这一来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那我去后台 不行 后台也不行 今天汽车特别多 你不用来 你放心 我会处理好的 施小姐 你要做准备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马上要上台了 拜拜 施小姐 别害怕 到时候我们会解释 跟西北老师的误会的 你只要上台 回答漫画创作的问题就可以了 好 谢谢啊 女士们 先生们 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各位丽林 今天发布会的活动现场 我是主持人澄澄 本场发布会的主角 施小念小姐 她才华横溢 人气超高 被称为是九龄后少女星的代表人物 她所创作的商业短片 在网络上引爆热议 并且被各大门户网站所转载 而她的漫画代表作 相信大家也非常地熟悉 万物片之狂 连载点击率已经突破三点五亿 说了这么多 相信大家已经非常地期待了 让我们掌声有请 施小念小姐登场 其实今天在我们发布会的现场啊 还请到了一位神秘的嘉宾 她不仅是施小念小姐的忠实粉丝 而且还是她的妹妹 让我们掌声欢迎知名隐心 施笛小姐 宝贝 喂 米生 去世相见哪 现在吗 我派过去的媒体说 实地也在发布会现场 以上就是我们漫画的 大概前套 希望连载之后呢 各位媒体朋友们 可以多多地支持 接下来进入记者提问环节 大家有什么想问的 可以积极地和我们交流 来 你 我想请问施晓念小姐 最近网传您改变的漫画 没有经过原作者的同意和授权 这是真的吗 这 这个 我 这位 请问 原作者西贝 在微博上说 将借助法律手段的维权 施晓姐有收到过相关信息吗 借助法律手段 宋经理不是说那是误会吗 这 怎么过是 谢谢 谢谢各位的 踊跃提问啊 但是 希望大家 不要乱之后继续一分之来 来 来 赢 不好意思 大家 请大家给我一分多的时间来解释 首先 我对这件事情 向大家道歉 在参与浪化改变之前 我的确有听说过 版权纠纷的问题 但是当时制片方有跟我保证 说很快会解决 可是我的工作领域主要是在内容创作方面 所以后期也没有再多问多了解 因为我的说呼造成了这样的差错 实在是抱歉 好 这位第二排 可是西贝老师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说 他是否主动跟您的团队沟通过这个问题 但是直接被你们拒绝了 请问这件事您怎么解释呢 我没有拒绝他 而且我根本没见过你说的这个西贝老师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大家都别着急 还是我来跟大家说吧 对不起 各位媒体朋友 不好意思 我姐姐她比较少出现在台前 对于这样面对面的交流 她可能还不太适应 所以就由我来替她回答这些问题吧 刚才主持人说 我是我姐姐漫画的忠实粉丝 其实不是一句宣传语 我姐姐她很久没有出版新的漫画了 前几天回到家中 她突然跟我说了这本小说 说授权她做漫画 没准还能改编成影视剧 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姐妹俩还能合作呢 别说是我姐姐了 我听了也很高兴 唯一美中不足的 可能这个漫画出现一些版权问题 但是很快就会解决的 所以我姐姐可能她也没有太在意 这么说石小念小姐 不是没有在意版权问题 而是明明有问题 却还是坚持侵权了 我姐姐她只是想要做好的作品 对于这样好的项目和机会 谁也舍不得放弃 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 所以不小心忽略了一些问题 我姐姐刚刚也道歉了 希望各位媒体朋友多多理解 我相信我姐姐很快就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在说什么呢 请问石小姐 为什么要拒绝西北老师呢 关于她拒绝西北老师这件事情 其实 这挺快的 这怎么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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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了 这怎么变了 这怎么变了 没有人管一下 赶紧去削一下 走 走 小姐 哭吧 好好发现 行了 我这拉俩时间 那个 他们应该很快就能恢复了 咱们怎么办 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就要离开 不能走 你怎么这么傻呀 现在不走 等着留下来被他们看笑话吗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因为我而气的 我现在走了 我都没有来得及解释 还没搞明白呢 只要今天所有的媒体明白 现在可以走了吗 你还敢来呢 你还敢来呢 石小念 我有话跟你说 正好啊 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你要对我说什么 快说吧 我要跟你单独说 都什么结果眼上还单独谈呢 装什么神秘啊 关你什么事啊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对媒体的这些说辞 是有人指使你的吗 没有 谁能指使我 我不知道谁能指使你 但我知道谁能要挟你 你很想知道沐谦初的状况吧 毕竟他已经失踪几天了 这是他处置医师发来的 你好好看看 喂 涛儿 我这边的检查过了 没有什么问题 没关系 喂 牧总 现场怎么回事 直播怎么停了 听说这边跳闸断电了 正在恢复 断电 为什么会断电 除了断电还有什么别的情况 没有 现场除了石小念和实地之外 有没有别人 比如说公欧 还有AE的人 并没有看到 那咱们赶紧处理吧 如果见到AE的人 就要媒体拍下来 这不可能 他明明跟我说 千初恢复得很好 还说找了医生照顾他 让他早日恢复记忆 好回到原本的生活 原本的生活 你说的是你做穆太太的生活 千初他不见我 我只能通过他 知道千初的近况 而且 学姐也说了 只要我帮他 他就好好照顾千初 找最好的医生给他治疗 让他接手公司 还说 会在他面前帮我说好话 让他早点提起我 所以沐雪已经把沐氏 从沐千初手里的 所有重要项目 全部都拿走了 你也不知道啊 他不仅不会帮沐千初 回到原来的位置 他不仅不会帮沐千初 他最近还在一直联系 金融律师以及沐氏股东 准备吞掉沐千初 全部的股份 这不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的 事情已经发生了 就像你看到的那样 在吞掉沐千初的股份后 就会强制把他送到国外休养 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沐雪不是沐千初的亲姐姐吗 他利用我 我还以为他不会骗我呢 那 那千初到底怎么样啊 学姐说他身体恢复得不错 是真的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但我知道 沐千初也并非手无伏机之力 就算沐雪控制了他 我相信 他能照顾好自己 所以说了这么多 去调查小念漫画的人 就是沐雪 对吧 他们两个去哪儿了 有人看见石小姐了吗 小念 小念 让我去吧 你们俩快走 趁机者来之间 小提 你要干吗去啊 我要去告诉他们真相 你不能上去 你不能上去 我要去告诉他们 沐雪到底有多可恶 对千初 对你 而且今天我说这些话 全都是他讲我说的 还有你们之间那些事 也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我要去告诉他们 他还骗了我 他骗我做了好多事情 你怎么跟小时候一样 还这么爱哭鼻子 我在呢 小笛 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上台呀 沐雪那些话 你真的觉得能说出口吗 沐雪现在还在他手上 沐雪现在还在他手上 他对他能做什么 咱们都不知道 你这个样子做 太冒险了 那现在怎么办呀 记者 记者都在外面等着呢 而且我刚刚还说了那种话 这怎么收场啊 没事的 你可是一个女明星 你这样子哭 被别的记者看到了 我可怎么办呀 石小姐 您可以做准备了 我来吧 你留在这儿 大家安静一下 感谢大家的配合 我们的电力已经恢复了 再次有请石小念小姐登台 我们的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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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要给今天到来的 所有媒体朋友 关注我的读者粉丝 最重要的 就是我的狂暴女孩 这本书的原著作者 西北老师 道歉 这件事情 是我做得不得 我的狂暴女孩 存在版权问题 的确我很早就知道 无论这其中有多少误会 造成这次风波 最根本的原因 就在于我自己 是我太不谨慎了 这一点无可辩驳 作为一个原创作者 我其实很能理解 西北老师 被侵权的愤怒 给她造成了深深的伤害 我在这里表示深深的欠慮 而且还牵涉到了 我妹妹以前的这件事情 石小姐 刚刚石地小姐说的是真的吗 你是故意说谎的吗 其实你根本就知道版权问题 但是为了自己的作品 却依然故意去侵权 或者说是石小姐 在报复你吗 毕竟大家一直听说 你们两姐妹的关系 非常一般 甚至因为性感问题 发生过矛盾 不是吧 不是说石小念 强失地男朋友吗 我听说的可不是这个版本 看得今天我好奇看 我和妹妹之间 没有任何问题 这件事 都是我一个人的错 她毫不知情 只是陈述事实而已 对不起 抱歉了 各位 谢谢 哥 对不起 我 我不知道这件事 会不会对恩义造成影响 可是我还是不能推小弟出去 把咱们的感情牵扯进来 可是我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 真衰 你平安就好 别的交给我 小老板 小念 你怎么样啊 放心吧 好很多了 那就好 我还担心她受不了这个打击 自己在那儿就学得吃不好也睡不好呢 不过小念还是有很多粉丝支持她的 今天信息量这么大 又是失敌又是那破事 她可能一时接受不了吧 小念比我们想象中要坚强 不过小老板 咱们明天怎么办 你这一出场 咱们一想沐迁这儿进来都不行 还有那个沐雪 想想就多疼 别想这么多了 怎么能不想 沐迁出现在人在哪儿还不知道 沐雪又搞这么一连串的事情 咱们是不是得做点什么呀 最起码也要让她收敛点 我心里有数 我告诉你们 以后再说我没辫子 我就挂你们头发 听到没有 走 走 好了好了 别害怕了 出来吧 你看 姐把他们打跑了 他们以后再也不敢了 你看你的脸 全是少了 还有我的头发 回去以后一定要被爸妈骂了 没关系的 头发乱了 姐姐帮你说好就好了 嗯 嗯 伤 就说是 跑衰了 每次在黄丞工工 把一身就漏下 没关系 走吧 小弟 怎么了 你发带发的老百天了啊 你发带发的老百天了啊 小时候 小时候为什么我跟施小念在外面打架 你一审就审出了吗 因为你姐啊 是 我姐她从来不会撒谎 你一问 她就逗招了 不是她不会撒谎 是只要她说了实话 我跟你妈肯定待着她说 也就没空骂你了 这么想起来 小时候我还真的没怎么被骂过 你姐那点小心思 我还不懂 你们既然知道 为什么还只骂她不骂我呀 小弟啊 你姐啊 她是想护着你 这是你们姐妹俩 一点小默契 我跟你妈又何必要破坏杰川呢 怪不得叫她们上网战士呢